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每日人物由方方报道,12月2日晚,湖南原江寺湖山镇,一名12岁的六年级男生吴某康,因不满母亲管教过严,被打后亲生怨恨,持刀将自己的亲生母亲,杀害在家中。 时隔4日,当地教育局称,吴某康因为满14岁,不能进行拘留或进上管所,被警方释放,交由家长接回监管。 有同学家长担心悲剧再次发生,对吴某康返校读书提出反对。 12月12日晚,监消息,红网报道称,吴某康已被带离原生活环境,因其未满14周岁,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,暂时对吴某康采取下列教育管束措施,尤其监护人及公安、教育、镇政府,共同对其进行定点监护管理,并进行心理疏导、法治辅导、文化教育等。 有关部门将根据吴某康教育转化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,采取进一步教育管束措施。 专家表示,吴某康是交由父母或监护人管教,还是交由政府收容教? 他什么都不懂,孩子吗? 该亲属如此表示,该亲属向每日人物提供一份由吴某康父亲写的家庭情况说明, 其中,吴某康父亲自述,其无法同时负担在外赚钱和在家照顾生病的父母,幼小的孩子,家庭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,同时还表示,恳请政府帮忙,帮我将这个犯了偏大错误而不自知的小孩管教起来。 那吴某在这样的家庭情况下,如果父母或监护人不具管教的能力或条件,可否交由政府收容教养? 刑法第十七条亦有这样的法律规定,一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,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。 在必要的时候,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。 针对上述问题,研究未成年人司法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宋英辉,对每日人物表示,是交由父母或监护人管教,还是交由政府收容教养? 要依据危害行为后果严重性,心理偏差严重程度,家庭监护的情况条件,监管条件,为成年人社会危险性,做综合评估。 宋英辉称,由于收容教养的程序,方式方法,场所,负责收容教养的人员,专业素质都不太明确,导致收容教养,在实践中其实适用很少, 其本来是一个教育缴致非常好的措施,但目前没有被充分用起来。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,未成年人出现问题,通常是家庭监护不当,或者是监护能力不足,长期这种状况,导致未成年人心理行为偏差最后实施危害。 社会行为,所以多数案件中,交给父母或监护人管教,实际上效果不太好,据了解,目前,未满14周岁的吴某康,已被带离原生活环境,由当地相关部门,但时对起教育管束措施。 这涉及到青少年违法犯罪后的行为矫正问题。 宋英辉教授建议,尽早地建立起一套对不良行为、违法行为,还有触犯刑法行为的这种分级干预的体系。 只要出现这种不良行为就开始干预,这样可以避免后面实施更严重的危害行为,更好地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。 他同时强调,这种教育矫质的措施,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参与进行。 由于未成年的心理,行为偏差,往往是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形成的,所以对其教育矫质,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。 这需要青年司法社工的专业参与。 对网上关于未成年人,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,宋英辉不赞成这些说法,从各国的实践和科学研究证明,用刑法的方式处理犯罪。 问题,只会增加他的重新犯罪率,这样一来,社会需要付出的后续成本更高,会有更多受害者。 各国未成年人的司法系统和成人的司法系统之所以分开,就是考虑到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,大脑发育不成熟,缺乏情绪控制和行为控制能力。 对于吴某康来说,现在正是积累知识,学习技能的阶段,一定不能中断这个过程,否则将来重新犯罪,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会很大。 因而,需要社会,以专业方式帮助他使其回归正常社会化的过程。 宋英辉称 宋英辉称